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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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你怎么来了 打电话你也不接 只好本小姐亲自跑一趟 我放静音了 有事吗 办业务啊 办什么业务啊 分手啊 分手 对 分手 你别开玩笑了 这么多人呢 咱们回去再说明明 我都不怕丢人你怕什么呀 不是 你别闹了 这都看着呢 我下班我去找你怎么样 来都来了 就在这儿解决吧 就把我当成你客户了 你什么客户啊 你别耍性子了 乖 好好地分什么手啊 你好 我不好 你也知道的 我妈一直反对咱俩的事 当初是我好说歹说 我妈才决定给你三年的事 让我说完 结果现在呢 你今年三十我二十八 别说是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了 我连二十平米的作坊我都没看见 车 车倒是买了 天天骑个电动车漆二十公里 还招摇过市 你还真不嫌丢人呢 不是 我那电动车好歹也是名牌的 我知道我赚得少 我一个月才赚几千块钱 加上提成加上奖金 也不够给你买个包的 但是我对你一片赤城赤胆中心 你应该了解呀 可是你妈对我要求那么高 你妈说买房最多贷款也不能超过三十万 我哪买得起啊 你让我去抢啊 抢啊 坚守自到多方便啊 再说了就是真逼你 你也得有这胆啊 这年头啊 贷款比离婚都多 挣不到提成 那是你没本事 行 行行 行行 我现在事业刚起步 再给我点时间 您给我一年 你那时间好不好 我可不是来找你商量的 我是来通知你的 我已经在你身上耗费四年的青春了 我可耗不起了 姑奶奶 姑奶奶 我求求你了 求求您了 你不 你这样 我请个假 我请个假 我跟经理请个假 一会儿我带你去过街去 好不好 等我一分钟 一分钟 这样我调动兵马陶西林教司 才能更加顺利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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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你给我冒冒失失的 一点礼貌都没有 经理 我们家里边出点事 我想跟你请个假回家一下 你怎么总那么多事啊 三十岁的人呢你公司不分哪 上班的时候就是上班的事 下班了以后再说家里的事好不好 今年咱们分行的业务指标 就你拖后腿 我的好 我也不愿意总说你 我只希望上班的时候 就要有个上班的样子 不要整天吊耳朗当的 你说你 业务业务不行 人际关系你也搞不好 女同志也没有你这么面子 这是你的业绩来 你看看你这什么业绩 你自己说 老大我回头给你 屁股太端正点了 尤其是小姐 如果小姐要强行下压的话 加以拖延 并马上通知上教组 是 这是你上轮交给我的事情监信报告 经理 我这信念课都三年了 也应该加点心吧 你还有脸个不弹工资 不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也得生活吧 我给你算笔账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也就是五十二个星期 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住处 那我出去了 好 去吧 好好看 我还是看好你的 你好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爱情算个屁啊 要啥没啥 啥逼才跟你好呢 媳妇没了 工作也没个笨头 作为失败的典范 我还真是成功啊 我现在一闭上眼就能想起自己漆黑一片的前途 哎 兄弟 你知道女为乐极者容的下一句是什么吗 事为知极者死 狗屁 难为乐极者求 哦 我说哥们 你来的正好 你给我评评理啊 你说 我作为一个银行的信贷职员 作为一个 三十而立的未婚屌丝 整天忙活着给别人贷款买房 结果自己因为买不起房 被媳妇给甩了 你说是不是奇齿大乳 不是哥们 鸡翅没有了 你先说 是不是奇齿大乳 鸡翅 好 给我来使个大腰子 好嘞 也给我来点 好 腰子要老点还是嫩点 嫩点的老了不给钱 喂 草 纯牛逼一呢 不给我钱冒中黑社会 老子把你屎打出来 草 老天爷饿不死 瞎瞎巧 哎呀 哥们 你说 我实在不行 就跟你一样弄个摊子 在这卖烤串行不行 我靠手艺挣钱 好的 好 你还不够伤了 你干嘛 对 分手 分手 我要整个第二个 三岁岁的女生都会分哪儿的 你今年三十二十八 我妈一直感觉在那儿 我可忘记了 啥意思才更好吗 那是你没本事 但是你没本事 没人了 没人了 你今天就是说出大天去 我也不答应 我不管 我就是要纳妾 不行 初天王死了 陈家区区药材伤口 身份低贱 能攀得上我王家 那是三生有幸 还由得你来替我做主 你也不摸摸自己的良心 我陈家虽然卑微 可好歹也是你名门争取的媳妇 当初老爷夫人师母为害 你拜完天地转身就去风流快活 这三年来 你对我冷若冰霜 家里的大事小事从来都不闻不问 都是我一手操持的 现在你与那五级枸杞也就罢了 今日竟想纳他为妾 门都没有 你替我王家操劳 那是天津第一 你身为夫君 邪气孝子 刚去天津第一 好 那我就休妻 休妻 恐怕是老太爷的遗嘱不答应 那我就死 你舍得死吗 你敢死吗 就算你舍得死 怕是也舍不得外面那狐狸精吧 你舍得死吗 那你死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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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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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逼你 你也得有这胆啊 鸡翅没有了 鸡翅是爱心装的屁 来人哪 有人吗 你是谁啊 我手机呢 把我手机给我 我靠 看来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 怎么跑剧组来了 子豪 你可感觉好些 行了别演了 把你们导演叫来 我要跟他聊聊 导演 子豪 昨晚都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叫子豪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拿了我的身份证 等等 这 你们是怎么帮我来了 你们有什么企图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有什么权利怎么做 夫君 这身是你的家人啊 你都不记得了吗 我衣服 把衣服还我 还有我的手机 钱包我不要了 钱我也不要了 你总得把身份证给我吧 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这衣服 你不是穿在身上的吗 我想起了 我被卡车中了 我是不是死了呀 我还有一把老妖子呢 夫君 你是病了吗 你是不舒服啊 这 等等 谁是你夫君啊 我刚分手哪来的媳妇 你说实话 你叫什么名字 到底有什么企图 夫君 你不记得欠诚了吗 这是 是你的发起血影啊 发起血影 你别哭了别哭了 你不记得欠语啊 可我可是真记不起来了 哎呀我脑子有点热 你跟我说 这什么玩意儿 你能帮我好好回想回想吗 这是哪儿啊 这是 这是侯爷府 还是咱们家呀 家 就算是家 那 那咱们家住哪儿啊 你爹 你不会连这都想不起来了吧 咱们家在长安啊 长安 你为什么叫长安安不叫西安 难道你是大看民族主义 好吧 最后一个吧 咱们这儿 解放 咱家是不是地主啊 老朽倒是听说过一种怪病 多是因头部受创所致 轻者头痛且晕 健忘目光呆滞 重者施语 偶不欲食 威费不用 老朽 妄自猜想 这小侯爷 他不是得了这种病吧 那可怎么办 我只是一时气急 没想到却气坏了夫君 我真该死 夫妻同苦共干 棒大鸳鸯不散 夫人您 行了行了行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一套一套的 周大夫啊 这小侯爷的病 你到底有的痴没的痴啊 扎上一扎 兴许有效 这何会扎上一扎呀 就是扎穴道 有四阴针 四阳针 四大总针 八法神针 九转还阳针 马丹阳十二针 鬼门十三针 这听着邪火 这咋还兴许奏效呢 俗话说得好 扎一针 剩过吃十副药 扎针八罐 病好一半 那太好了 那快扎吧 且慢 俗话又说呀 拧开十副药 不动一分针 这 这到底扎还是不扎呀 不扎 我还是给小侯爷 开十副药吧 夫人 药方在此 你 你怎么又哭了 别哭了啊 再哭眼睛都肿了 我嫁到府上三年 哭了三年 夫君怎么从来没说过这样的提起话 什么 不会是 为了外面那个不三不四的狐狸精 昨天给你骑得被过气 今日醒来 又装饰一下妾身 现在 又这样第三下色来求妾身吗 怎么 被说中了 无话可说了吧 你好 我可以叫你养吗 这次真的是你我过 不管以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真的已经失去记忆了 不光我以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我真的都不记得了 更别说 我在外面有女人 我连认都认不得 我还带得回家吗 既然我们俩是夫妻 那我们就得感情和睦 家庭圆满 我既然娶了你 就要对你 对这个家负责任到底 原来的事既然已经忘了了 就不要再提 不管以前的我 伤害了你多少 就让现在的我 给你一点点的补偿 你好 我真的很饿呀 咱们俩能不能先弄点吃的再说呀 日子还长着呢 周大夫说 夫君体恤 要少吃多喝 清晨这就去准备 等一下 我的衣服呢 怎么穿来着 我有点忘了 我都没扣上 都怎么扣的呀这个 这大户人家的饭菜 跟电视上不太一样啊 那些整只猪整只羊烧鸡啊 生蒙海鲜什么的都在哪呢 又不记住哪来的猪羊 还电视呢 夫君能考上个县市俯市 切身就替夫人和老爷烧高香了 算了 跟你们说话说不明白 先吃饭吧 吃完饭 你待会儿在家里边转转 我好熟悉一下地形 大呀 真大 不是一般的大呀 这都走了四个月呢 前前后后什么门洞啊 拱门洞过了五六个了 还没走完 好 父君 这就是咱们的正房 里面还有书房和卧房 按照现在的房间 即使是京郊也有三万瓶 我王家的宅子少说有一万瓶 三万乘一万 就是三万 三亿洋葬 现在就走在三亿的好寨里面 重点是 这家好寨就什么属于你 去着妈妈想想 老子才不稀罕你 前面就是花园 这大晚上的黑漆漆的 就别去了吧 七身够害怕的 怎么 这花园能滚 好乱啊 吓得七身脚软匀匀的 脚软匀匀 这都是什么词啊 父君身体尚未恢复 要不 七身今晚 就留下来服侍夫君吧 你 平时都 不跟我一起睡吗 自从进了这个院子 七身又一直睡在东厢房 夫君平日很少回家 偶尔回来 也是一个人安静 其实 这王子豪 真是禽兽不如 可不如个禽兽 那 那那咱们晚上都干点什么呀 谁知道夫君晚上都做些什么 反正切身是看一会儿说出睡的 这么单纯啊 天刚黑时间还早 不如咱们 娱乐一下 那咱们下围棋吧 我知道夫君常常在外面堵棋呢 围棋不会下 不下屋子去 还算了屋子去在哪儿 不如咱们 还是先洗洗 然后 到床上去玩 那天真是什么话呢 你看您想哪儿去了 我说说啊 我说咱们到床上去玩财美 这个输的呢 给营子讲故事 是吧 这个游戏最不费脑的 特别适合睡前玩 想什么呢 疼 我 不许 你讨厌夫君 吓我 看来夫君真是失忆了 以前就从来不会这样对切身 那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该不会是个坏人吧 什么是好人坏人 在切身这里 夫君是大大的坏蛋 我是说 我有没有做过那种 欺男霸女 鱼肉香里放高粒带 然后逼还不起 摘得着卖芸卖女之类的事 这怎么可能 这种事情在长安城里都不多 何况夫君的家教 更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不过细细想来 夫君虽然不学无术 但也不是什么坏人 对街坊邻居礼数周全 对下人们也和和睦睦 可是 怎么对切身就这样冷言冷语呢 夫君干嘛 别胡闹 王羞啊王羞 这件事算是你积了大德了 娶今门三年的媳妇 你嫌弃人家出身低 愣是一手指都没碰 哥们我真心谢谢你 夫君 你把蜡烛灭了 可是 可是 这一集 倒霉的银行职员王子豪 穿越到了唐朝 成了贵族 还有了老婆 而她的老婆 居然是个原封未动的 黄花大闺女 真是艳福不浅哪 下一集呢 王子豪将独自面对陌生的唐朝生活 没有内衣库 没有卫生纸 老爷我要擦屎 听懂了吗 擦屎 擦屎还用天天 好 这个练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